清贤丰年间1851-1861年,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展迅猛,并在江苏南京剪渡。此时清政府赖铸钱之用的滇筒,云南省出产的铜料,因道路阻断而无法运进北京。一方面是镇压起义急需大量的军想开销,一方面是铸钱的原材料搞缺,给清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。 最终迫使清政府自咸丰三年开始发行纸逼和改筑大线,来弥补财政亏空。咸丰钱由重宝当时至党五十,集至元宝当百,党五百,当千。由于三宝文起北,等值序列多,中央和地方驻局亦多。因而其咸丰钱的版式行之繁复,加之其距今时间仅150余年,顾其遗存总量也多。视频中看到的是一枚咸丰通宝当时铁木,现在价格在8万元以上。